荆轲四亲王为什么会失败 面对并非武林高手的荆轲 为何无人敢上前救驾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口气看懂 荆轲四亲王全过程 公元前227年 秦王嬴政陆续攻灭了韩、赵、魏三国 在灭赵的过程中 秦国大军已兵临燕国边境 燕王喜惶惶不可终日 眼见秦国扫平三进 就要向自己杀来 就在燕王喜无计可施 准备坐以待毙之时 燕太子丹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燕太子丹自知国力弱小 无法与强大的秦军对抗 于是便打算请刺客挟持秦王嬴政 让他归还侵占各国土地 如果他不同意就趁势杀死他 太子丹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 便开始到处网罗杀手 他听说隐世田光有一个朋友 叫荆轲 此人志勇双全 是一个难得的刺客人选 于是太子丹便让田光上门 去说服荆轲 可没想到的是 荆轲一听说 要自己去刺杀横扫六国的秦王嬴政 立刻就拒绝了这个送人头的想法 可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田光为了说服荆轲 竟然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当场拔剑自吻 这刺杀行动还没开始 自己一方就先死一人 荆轲就预感不好 但是为了完成朋友 以命相逼的任务 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但想要搞进身刺杀 就必须得有让秦王非常相信的理由 太子丹说 自己可以交出燕国都抗地图 可光有地图 万一秦王只收下地图 不肯接见怎么办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好消息传来 秦国将军樊吴奇 因伐赵时 被名将李牧打败 刚刚逃到燕国 荆轲听说 秦王悬赏千金万户猴 来买他的脑袋 于是 荆轲便找到太子丹 说都抗地图 再加上樊吴奇的脑袋 秦王就一定会接见自己 其料太子丹这时 却表现出了富人之人 他认为 樊吴奇穷途末路来投奔自己 而自己却要杀他 简直就是不仁不义 荆轲是个干大事的人 他见太子丹支支吾吾 便自行去找樊吴奇 他告诉樊吴奇 秦王听说他逃跑 已经将他的所有家人 全部处死 现在只要他献出 向上人头 自己就可以获得 亲手杀死秦王的机会 这样 他们全家的血海深仇 就能报了 樊吴奇深深佩服 荆轲的智谋和勇敢 于是 大意凛然地 交出了自己的脑袋 随后 荆轲又让太子丹 找到了全天下 最锋利的匕首 并将其涂抹上剧毒 藏在地图圈尾 到时 他在秦王面前 展开地图 图穷避剑 立刻就会将其绑架 不得不说 荆轲却是专业的杀手 他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甚至还找到 自己的另外一个好友 共同制定了 安全返回的计划 可到了出发那天 好友却迟迟未到 太子丹等不及了 他一直催促荆轲 赶紧上路 又给他找来了 另外一个帮手 这个帮手 名叫秦武阳 据太子丹说 此人十三岁 就敢当街杀人 隔壁老王 仅仅瞅了他一眼 就浑身发抖 荆轲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这个 不熟悉的秦武阳 仓促上路 好友高建离 觉得荆轲 此行凶多吉少 便亲自赶到 溢水河边 为他送行 并唱出了 风潇潇溪 溢水寒 壮世一去兮 不复还的千古名句 一路上 荆轲和秦武阳 反复练习了 如何相互配合 同时出手 刺杀嬴政的方法 以及各种意外情况的应对 秦武阳觉得 荆轲这都是多余之举 到时候 只要让他一上殿 肯定阵穴萧小 大杀四方 抵达秦国之后不久 两人就获得了 面见秦王的机会 当日 荆轲亲自手捧 樊无契将军的首级 让秦武阳 捧着装着地图的匣子 一前一后 来到了大殿之上 可没想到 当见到嬴政时 秦武阳却突然 面色大变 抖如筛糠 一步也动弹不得 搞得嬴政 心里很不舒服 便问荆轲 这人怎么回事 荆轲回过头 看见秦武阳 战战兢兢的样子 心里顿时 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但事已至此 一旦放弃 之前为此牺牲的人 可就都白死了 荆轲这个人 有勇有谋 心里素质极强 他稍微镇定一下之后 便不动声嘶地说道 启禀大王 此人是从小地方来的 头一次见到天子 难免会被大王 您的威仪所震慑 还请大王原谅 嬴政虽然没有发火 但却也因此 而拒绝了秦武阳上殿 只让荆轲一人 带着地图 和樊武器将军的手机上前 嬴政让人 确认了樊武器的手机之后 才放心地 让荆轲上前 为自己介绍都抗地图 荆轲一边讲解 一边将地图 一寸一寸地打开 荆轲介绍得越仔细 嬴政就看得越仔细 就在地图 全部打开的一瞬间 匕首露了出来 荆轲一把抓住匕首 右手持剑 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 抬手就向嬴政赐取 嬴政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吓得赶紧往后一躲 由于用力过猛 一下就把袖子扯断 挣脱束缚的嬴政 终于有了还手的机会 可当他想要拔出配剑的时候 由于太过紧张 剑又太长 一连拔了三次 都没有将剑拔出 无奈只能放弃 眼见荆轲又要刺过来 嬴政又怕又急 只能绕着大殿上的柱子跑 而殿外的武士 由于没有嬴政的命令 也无法上殿 周围的大臣也都不敢上前 太医下午居 情急之下将随身携带的药匣子 抛向荆轲 趁荆轲分神之时 嬴政将长剑赋予背后 终于拔出了宝剑 嬴政的宝剑锋利无比 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瞬间栽倒在地 但他又马上用手里的匕首 投击嬴政 可惜被嬴政躲开 只击中了大殿的柱子 手无寸体的荆轲 被嬴政砍成重伤 躺倒在地 他自知大事未成 望着嬴政苦笑道 事情之所以没成功 只是因为我想活捉你而已 随后便被奉命上殿的武士 乱刀砍死 而秦武阳也早已在殿外 被剁成了肉泥 荆轲刺秦失败之后 嬴政大怒 命大将王俭发兵攻烟 一直打到了燕国首都计 不抓住太子丹 恃不罢休 燕王喜无奈之下 只能将太子丹杀死 并将其首级献给嬴政 秦国方才罢兵 公元前222年 秦军在灭掉了 魏国和楚国之后 再次攻打辽东 燕王喜被俘 燕国灭亡